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哈囉大家好我是王艾文 沒錯 又到了每個月分享戰利品的時候 那先跟你們講 因為上個月戰利品我買的比較多一點點 比上個月還多 那所以我不會把它全部拿來做介紹 分享給你們的話 影片會太長 我就從這裡面挑幾個單品 我覺得我是非常喜歡 或是我覺得值得推薦給你們的 來拍這樣子 好那我們就直接進入主題吧 首先第一樣的話是 一套 這兩件是一套的 因為它是來自同一個品牌 所以就一起介紹 那我先介紹褲子好了 好那這個品牌的話是來自KISS這個品牌 KISS好像幾乎都會出現在 在我每個月戰利品的裡面 沒辦法因為KISS就是非常平價 然後質感又蠻好的一個品牌 好那這件褲子它就是這種機能的褲子 版型是採用這種六分褲的版型 說到六分褲啊 我覺得六分褲現在有慢慢回歸的趨勢 你可以看到現在蠻多品牌都會出這種 六分版型的短褲 好那整件褲子的材質就是採用這種機能量感的布料 那它摸起來非常的滑順 而且也非常的涼感 那褲子兩側的話就有口袋的設計 口袋也是屬於這種立體的設計 另外我蠻喜歡這件褲子的這個扭扣的設計 它的扭扣不是用一般那種手動的那種扭扣 它是採用這種扣式的扭扣 那相對這種扣式扭扣就會比一般手動的那種扭扣會來得更方便 而且你在拆的過程中會來得更快 整件褲子最大的特點就是後面 那後面也有用這種立體口袋的設計 而且你可以看到它的口袋是非常的大 涵蓋到整件褲子啊 而且它的口袋是這種一體成型的 它是兩邊都是互通的 這樣子 這樣子 它兩邊是互通的 口袋的面積可以說非常大 你可以裝很多東西啊 好那這件襯衫的話 設計概念就跟褲子有點差不多 畢竟它們是設計同一套的 一樣質料的話就是採用這種涼感的機能布料 說到這個布料呢 跟你們講一下 因為它這個布料本身就有這種皺褶感 所以你也不用怕說你摺起來放太久會有那種皺褶 應該是說會啦 你摺久放久還是會有摺... 還是會有摺痕 但是因為它本身布料就是做這種皺褶的效果 所以如果你衣服有摺痕的話 也不會顯得太過突兀 好那這件襯衫一樣是衣服正面兩側都給了你這種 一樣是立體設計的口袋 因為它下擺兩側就給你兩條白色的抽繩 那這個設計就有點像是那種教練外套 你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看是要放的寬鬆還是用的比較緊一點 那衣服轉過來的話 這邊就是跟褲子同樣的設計概念 用上這個很大的立體口袋 然後這件襯衫的扭扣也是用上跟褲子一樣的這種 扣式的扭扣 我覺得這種扣式的扭扣真的很方便 你看它這樣 就這樣開了 不用像那種手動的你要一顆一顆去扣 一顆一顆去拆這樣 好那整件的版型就是採用這種寬鬆的版型 但是我覺得它的長度是有點稍微短了一點點 好啦所以這一套衣服穿起來的樣子差不多就是這個樣子 不論在版型或是材質上都用的蠻好的 那我真的也蠻喜歡它這種機能良感的布料 在夏天穿著真的是非常的適合 不用怕過於悶熱 好啦那第一樣戰利品就是這一套來自KISS的套裝 好啦那第二樣單品就是 這件白色的古巴林襯衫 這件襯衫最大的亮點莫過於就是它胸前這四隻蜘蛛人 雖然我自己本身是很討厭蜘蛛啦 是非常討厭那一種 但是我覺得它這個蜘蛛的設計很可愛 然後又很鮮豔就很特別 所以那時候看到就覺得 欸其實這樣子的設計還蠻可愛的 那我就入手 這件衣服還有一個特點就是 它整件衣服所有的這種提花紋路 這種紋路說真的應該不是每個人都喜歡的風格 但是我就蠻喜歡這種的設計 我覺得這個提花的設計整件看起來就很像是那種 阿公會穿的那種 那叫什麼 瘦福嗎 就真的很像那種衣服 我那時候第一眼看到就覺得 哇這也太特別了吧 但我覺得因為這整件衣服 它用上提花的設計 再搭配這個四隻鮮艷可愛的蜘蛛人 所以我覺得有點那種 復古與現代的圖案做一個結合 讓它更適合這種復古年代的穿搭風氣 而且它整件的材質它是很像那種絲綢感的面料 但是它並不是真正的絲綢材質 你可以看到它在不同的燈光下 就會有不同的那種光澤感 這種白色的光澤感 那整件衣服版型 我覺得它也是做這種微寬鬆的版型 我覺得用眼睛看跟實際穿上去的感覺真的很不一樣 你看穿上去的話我就覺得真的非常好看 而且有那種復古與現代的結合 所以如果你敢穿那種比較鮮艷比較獨特的衣服 這種的衣服我就蠻推薦你們 可以去入手可以去穿看看的 這件衣服我是買S號的給你們參考一下 那我是在IG這個賣家買的 所以如果對這件衣服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去詢問一下他們 好再來這件單品我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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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喜歡 就是來自XZIN的這個短褲 好那如果知道XZIN這個牌子的朋友 你們應該都知道這件短褲 它其實在去年就有出過一次了 那就來講講為什麼我們這麼喜歡這件褲子 如果你有購買這件褲子的朋友 應該都能體會到說 你拿到貨的時候一摸到這個材質 真的會覺得 哇這個材質搭配這個價格是合理的嗎 整件褲子就是利用這種非常涼感的機能布料 而且這種材質摸起來非常的輕膚非常的好摸 這種材質真的是不知道怎麼去介紹說它的好 就真的這樣摸一摸摸一摸 然後你就高潮了 那這件褲子最讓我印象深刻的就是 這件褲子你摸起來看起來會覺得說 它是不是有點笨重 但是實際上穿起來卻不會 反而會覺得說穿起來它整體的感覺 就是非常的好穿非常的輕盈 另外這件褲子我最喜歡它的一個點就是 它褲子側面的這個開孔 它這個洞真的是開得非常的大 那褲子開這個洞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閒腿長 所以如果你是跟我一樣身高比較矮的朋友 這種褲子真的不用多考慮買就對了 還有這件褲子它前面做了兩個口袋 那後面又給你的兩個口袋 所以不用怕說東西沒得放 另外它的拉鍊部分是採用這種金色的拉鍊設計 這種金色拉鍊看起來就會比較有那種高貴的氣息 還有它的拉鍊雖然不是採用YKK拉鍊 但是它拉起來整體的順暢度是有的 最後這件的褲子亮點就是 褲前的這兩條抽繩的設計 這兩條抽繩的設計就比較有點偏歐美的風格 這種風格最常見的莫過於就是Fear of God的這個牌子 這件褲子它總共出了六個配色 有藍有卡其有綠有橘有咖啡色有黑色 這麼多顏色也可以讓你在穿它上有更多的選擇 啊我忘了提到一點這件的版型真的是非常的讚 讚讚讚讚讚讚 它這件短褲的版型是真的好到我覺得 它是真的可以六個顏色都包的 而且我非常喜歡它穿起來有那種非常自然的垂綠感 然後不論是長度啊寬度啊都是那種剛剛好的 看起來就非常的順眼好看 所以這件褲子X0他們有說八月份他們會再做補貨 所以記得各位再去搶貨啊 好那最後一樣單品算是我個人自己喜歡的 並不是我要分享給你們的 因為這個東西CP值不高 也不推薦大家去買 那先給你們看一下什麼東西 就是這個 Humanmade的零錢包 那不知道你們還記不記得說 我一週年影片裡面有提到說 那時候我在臥皮是想買一個小禮物來犒賞自己 但是因為當時不知道買什麼 那在裡面也沒有看到說我喜歡的 那直到我這個月在Hills 欸那個是念Hills嗎 H-I-L-L-S Hills 在他們的官網逛了一下 然後就看到這個零錢包 我非常的喜歡 所以就買了這個當作是 靠賞自己的一個小禮物 那我買這個也不是說硬要買的 因為我本身的零錢包就是用這個 非常普通不用錢的 你可以看到它上面是刻上金酒公司 就是金酒公司送的 那我從我開始用零錢包以來 我的第一個零錢包就是這個 那因為它也很久了 它應該有五六年了吧 所以我就想說 欸替自己的一個零錢包換一下好了 那這個零錢包就是利用皮革去做設計的 然後整體的造型就是這種圓圈圈的造型 那兩側就是印上了 Human made 一個是漢堡的圖案 那另外一個就是 經典的Human made愛心logo 說說我對這個零錢包的一個用途感想好了 這零錢包如果你要以實用性來講的話 我是蠻不推薦你們去買的 因為它放的東西真的是有限 因為它就是這個圓圈圈而已 那你可以看看它的厚度 它的厚度就這麼的薄 那打開的話 它空間就是這麼的小 這樣子 所以它能放的東西有限 那沒錯啦 零錢包的用途就是 讓你外出不用帶太多東西 但整體而言 我還是覺得說這個真的 沒有想像中的那麼實用 除非你是真的很喜歡Human made這個品牌 應該是說 除非你是想買品牌 那這個就可以買啦 另外還有一點 因為它畢竟整個皮革都是利用白色的設計 所以我真的還蠻怕它髒掉了 總之這個小零錢包就是 我買給自己一週年 犒賞自己的一個小禮物 好那今天的戰利品分享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你們喜歡哪件單品的話 也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跟我分享一下 然後拍完影片 下雨了 雨下得非常的大 唉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請追蹤我的個人IG 我是A本王一文 我們下次見吧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